沒有聊四季每日都更新 大家好我是Leon 今天來看庫曼人對上秀怒人 正常比賽是天梯的超級隨機 那我們今天來看一下這個文明對久 相當有趣 而且地圖也蠻有趣的 庫曼人這個文明 封建時代就可以蓋TC了 但是要特別注意的 如果封建蓋TC的話 要小心對方的快攻 例如這個刺頭快攻 或是前置軍營 射箭場之類的戰術 塔攻也是要特別小心的 那庫曼人的話總體而言 算是比較偏強軍式的文明 但是他要農的話也是可以的 那庫曼人的話他的農法 也是打起來比較強的 因為他很早就開TC 所以通常村民商會會領先非常多 那庫曼人後期還可以打這個 尤俠跟這個雀屑 都是不是雀屑 這個青茶 那這兩個單位呢 是庫曼人的核心單位 通常都是要打出這兩個單位 不然都會很容易輸掉比賽 當然庫曼人也可以打草原騎兵 但他的草原騎兵 不像達達或是蒙古的草原騎兵這麼強勢 反而有點弱弱的感覺 所以我個人覺得打庫曼人 還是打這個青茶 還是有遊俠 會比較適合他這個文明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對手的文明吧 像多人的話有這個馬攻折扣費用 而且還不用蓋房子 所以一開始我可以早點下這個碼頭 去採集這些魚肉資源 這些金槍魚群 都要特別吃 那這張圖看起來蠻平和的 因為大魚的數量並不是很多 而且如果你要吃到更多大魚的話 你碼頭會一直往外蓋 所以感覺這一關的效率 捕魚的效率並不是很好 所以我覺得並不用太多 太投資太多資源 在這個捕魚上 畢竟中間這塊島也只是大量木頭 如果真的沒木頭才會上島去吧 也沒有什麼太多重要資源 但是我兩個聖物啦 四個聖物才對 那黃金部分還是在原本的島地區就有了 那感覺看起來是跟阿拉伯差不多黃金數量 那匈奴人的話 後期的話會比較適合打遊俠 或者是打這個打拉漢騎兵 或者是打這個馬攻路線 是最適合他的 我覺得匈奴人玩起來其實沒有太強勢 畢竟他也是上虎而民 玩起來並沒有那麼的有趣嗎 還是有特色 就是打起來就是很一般的馬國 而且匈奴人玩起來我覺得 不太好玩的原因 不太好玩的原因的地方是 他只能打馬攻跟起死 不攻投車那些都蠻普通的 如果要打步兵戰的話也沒有太多優勢 而且馬攻的話也沒有三級獎 所以玩起來就有點綁手綁腳的感覺 並沒有可以感覺出非常有很明顯的優勢出來 所以我覺得匈奴人 還是要打一個偏懂的路線 因為他不用蓋房子 可以省下很多房子的木頭 多撒點農田喔 蓋TC 把這個經濟爆起來 比較適合他的玩法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兩邊的一個選擇 那目前庫曼人是打了一個 19匹 要來上用封建時代的 稍微加速一下 這邊等一下封建時代升級 兇主這邊是打直層 鋪曼這邊是打19匹肉馬 可能要直接打 RTC的吧 醫生是在蓋TC有可能嗎 但如果他蓋TC的話 這個馬頭就不能下 所以他應該是不會先下 應該是要先打 再決定要不要下TC 這邊戰船出來 先往右走 右邊直接拉了一村去蓋木牆 他尾得很早起 好 戰船來到對手家裡 但對手也出了兩艘火蒙童 第一時間掉頭就走 但這邊有三艘戰船 可以適時的擋一下 稍微看一下這邊的燒了 好 家裡火蒙童直接把對手給逼了回去 欸 再射一下 欸 回頭再射 欸 沒有 好吧 再射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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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完蛋完蛋 快射掉 戰船趕快靠近 對 這時候就趕快貼近了 他在射魚船的時候 你戰船要全部往前 不然很容易你的一艘戰船 再往前射一番 然後就卡住 射一番就卡住 造成後面這樣很多沒傷害 這算是超空上的一個細節 好 這邊馬頭也是越蓋越多 哇 他這沒有打算要蓋TC了嗎 我覺得這個地圖蠻似的蓋TC的 好 這是封建時代蓋TC 趕快開弄 呃 匈怒人這邊打法算是比較正常 就是火蒙童開始防守 跟進攻 但我覺得 現在再繼續打下去的話 對匈怒人來說會不太好 因為對方戰船數量一朵 是可以有效克制自己的火蒙童 好 好 這邊戰船再來一艘 海戰前期打的水生火樂 兩邊都有把自己的家裡圍好 OK 該圍的還是有圍 好 那這裡可以考慮轉一些戰船 但現在轉戰船的話 可能會有點來不及 除非你要先捨身 好 是 稍微把這些火蒙童拖一點時間 好 盡可能的去碼頭按 更大量的這個戰船出來 現在這樣打下去 這個 這個數量有點多耶 7台火蒙童 我覺得 庫曼人 有點危險 是我的錯覺 完蛋 阿拉花瓜 別繞賽 阿拉花瓜 完了完了完了 這裡要BBQ了 這邊都想要把對方戰船 引誘到自己家領地 出來就可以炸掉 好 這邊果然被秀了一艘火蒙童 數量起來其實就不好打 這邊戰舰 可以考慮拉一吋 去修理一下 這邊有兩艘自爆船 這邊要出來了嗎 出來攔截 哇這個攔截 阿拉花瓜 哇炸不到 只炸到一艘 看能接受 至少我炸到一艘 血量被消解蠻多的 好當然戰舰的優勢依舊還是存在的 而且現在點下易攻了 戰船的射程跟攻擊力 也直接提 一出來就射到這個自爆船 原地一開我就有效果 那修童這邊出火蒙童還有一個缺點 就是自爆船也是很容易炸到的 所以怎麼看 會不然這邊是可以拿到一點優勢的 來囉 現在火蒙童只能一直撤 魚船也要撤囉 這邊自爆船過來很難受 這邊要稍微控下兵 完蛋沒控好 好這邊直接硬彈 炸彈 雖然火蒙童還是稍微坦住了 但是兄弟這邊已經點下城堡時代了 因為他們要投資太多的戰船 好那先撐時代的話 就可以考慮轉奴炮戰船出來 或是先存一些戰船 到城堡時代就可以稍微逆轉回來 這邊再燒 這邊再燒 好再燒 OK 魚船這邊還在 這裡有在補嗎 有在補 香龜 好 再吃這個香龜 這邊戰船過來了 魚船一定要跑 這裡補下更多的火蒙童 完蛋 戰這個魚船趕快跑 好 這邊修了一下 但戰船血量有點低喔 可能要被燒掉幾燒了 好 這邊修了一下 這裡趕快 剩一下奴炮戰船升級 可以點一下奴炮戰船升級 那修奴這邊要繼續打火戰船嗎 還是要開始轉奴炮了呢 他現在轉奴炮其實感覺也不會太差 繼續秀 這些戰船 好煩 那 庫曼這邊 封建還沒有繼續蓋TC 這有點危險 我覺得庫曼封建時代也是要蓋一下TC比較好 不然就是點城堡時代之後馬上下TC 兩種選擇方式 那修奴這邊直接升到了城堡時代之後 現在有科技優勢喔 現在要碾壓這些戰船 其實沒有太大問題 OK 這邊可以燒掉一燒 回頭再燒一下 好 但這邊有自暴船過來拯救一下 有要深追嗎 沒有 突然撤退了 少量的火戰船 去吸引到自暴船還蠻賺的喔 這樣賺的話 其實對庫曼來說是比較虧的 這樣子其實 真的是不虧 把殘血再拿到後方 把這些吃骨的村民喔 去修一修 修戰劍 修戰劍 OK 大量希望看你要過來在後面兩個自暴船 這邊要散開 這邊散得還不錯 炸到一艘 兩艘 OK 那還能接受 這樣子炸到一艘的話 自暴船就沒有很高的CP值了 這邊右邊 右側繞了一艘戰船 看一下有沒有捕魚 殊不知 庫曼也沒有捕魚 他就只是想打贏海戰而已 然後人家匈奴瘋狂 防守 然後漁船還活著 阿你怎麼一艘漁船都沒了 被燒光了是不是 完蛋 庫曼直接被打出十代差距 然後戰船直接壓了過來 看來是要棄海了 要趕快開TC喔 海上打得不停就要趕快開農陸地 但殊不知 匈奴早就已經農上去了 3TC已經補下 這邊可以稍微加速一下 這感覺看起來沒料了 這邊戰船趕快捨身喔 去抓對方的漁船 比較重要 各種原地轉圈圈了一下 哇 兩艘火戰船直接攔截 哇 看來一艘戰船 一艘火戰船都受不到 可惜要這個 OK 現在港口全面封鎖 破萬海戰全面打出 好 這邊打上打贏海的優勢喔 就是可以燒到這些木牆跟城牆 這次可以入侵喔 是很方便的 好 那兩邊都在開農 我們先加速一下 沒意外的話應該會直接農上地獄師帶 那更多TC 4TC開農 我這裡也是喔 哇 兩邊都4TC開農 最農的那一種 海上部分就一直在巡邏 那現在有捕魚優勢的匈奴 就可以多出一點漁船 然後把碼頭往外蓋 這邊有 過來偵查一下對方的地形 跟礦點資源 中間蓋一棟城堡 這邊要打青草嗎 欸 果然是打青草嗎 OK 直接農上地獄師帶 用4台點下2級射彈道穴 右邊這邊也是想要打登陸戰的樣子 沒有 先圍個圍牆 好 青草直接射進去 爛彈馬弓 一次射很多箭矢出來 哇 射爛 好 射到這邊 兇人有點受傷喔 這邊趕快先再圍 這邊已經入侵進來了 有點危險 這邊想要蓋個4級打 沒用 躺不住 這邊青草在那邊堵口 不要讓對方有機會把這個口給堵起來 這樣對方就要花更多的防守資源 去做防守 這邊村民可能要先拉一下 這位青草進來可能會有點難受 這邊還蓋一個成人 青草這邊散彈馬弓 反擊一下海上火戰船 但城堡快要好了 好 先測一下 好 這邊打更多青草 好 這邊打更多青草 那兇人這邊是打了 馬卡加品種 OK 時代升上去 帝王時代 跟中技術2級 馬卡 好 直接不下 好 這邊射射 射一下這個下 看來這個戰船 應該是要全部棄掉了 看起來沒什麼太多的防守架子 那這邊庫馬就可以稍微出一些戰船 火炮戰船開始慢慢打回去也可以 但現在打海架子其實沒那麼高了 如果海打贏的話 通常就是要出這個火炮戰船 對於攻擊跟防守 然後去柴對方的建築物 這邊拿下海域 其實還是有點優勢 並不能說完全沒有優勢 好 這邊匈奴直接大爆馬一波 蓋了八個馬就直接入侵進來 但這邊完全被庫曼看在眼裡 這裡補一下非常多的軍營 看來要轉出槍兵來防守 欸 庫曼有好像有疾兵吧 印象中是有疾兵的 趕快升一下 附回技術 點下 可以再蓋城堡 建築學 來不及蓋 敏甲技術也補下 重量長龍兵趕快先按個幾隻 這樣要靠著城堡 防守住這一波進攻 這樣這一團青茶要回首嗎 還是不要呢 我覺得不用回首 直接打破木牆充 繼續殺個一波 對庫曼來說是比較好 這邊一個火力交叉 雙城堡頂住 這邊可以稍微微一下 讓對方只能走這個 上面跟下面這邊進來 好 但我覺得這邊兇人有點下水餃 雖然他這一波進去 雖然有鬧到點東西 但我覺得雙城堡情況下 在陰達其實會蠻傷的 把這個金控住 出巨頭開始拆 會比較好 然後升到遊俠之後 再來給他一個決戰 是更好一點的 因為他現在裡面太多城堡 衝進去 可能自己也會自損 傷敵100 自損200這種感覺 會有點傷啊 好 這邊青茶進來 就直接被砍死兩隻 三隻重王騎士開始追擊 重王騎士飛揚坦 遠防6 三防有 這邊想要鑽這個小 整墓區 但好像沒什麼太大效果 騎士傷害太高 青茶不能打帶跑 傷害的話絕對沒什麼優勢 OK 鋒馬這邊職業生蠻疾兵 戳了出來 但對方匈奴其實也沒太多經濟 轉出肉馬 有點看破手腳 果然要跟對方硬打 正面是不太行的啊 兇人 你這一波突襲 雖然感覺有點優勢 但是這邊太照鏡了 人家有騎兵啊 給點尊重 大方小方小方 喂 對喂 開圍開圍 這邊圍就對了 這邊再補一個石槍 那你補木槍 好這邊這邊下來 這邊如果是mipers的話 你會拉幾隻村民 這邊偷偷蓋石槍 偷偷把他關本獸 好這邊城堡第一時間拆掉 三台軍銀頭司機可能要趕快撤了 這邊有少量騎士想要衝進去 但是加上城堡火力交叉還有正面擊兵部隊 把匈奴的馬全部戳爛了 哎呀 匈奴這邊絕地大反殺 不是庫曼 庫曼這邊反殺回去 效果還不錯 匈奴這邊可能還是要轉馬弓出來打 用折扣馬弓跟對方反打一下 打這些像擊兵來說會比較好用一點 無其事我沒什麼太大勝算 好庫曼這邊人口快要到200人口 那匈奴這邊經濟很慘 倒要被拖到了 也不是說經濟慘 就是他的資源被消耗太多了 這邊擊兵加巨型頭司機直接往前開拆 這邊拆除可能需要一點時間 我們先加速一下 好這邊出現了一個很有趣的戰艦 這是我們羅馬歸來DLC的戰艦 德羅蒙戰艦 就是海上投石車的概念 這樣記就可以了 等他打出去是會灑一堆石頭的 非常有趣喔新戰艦 攻擊力50 這也不是每個文明都可以造的 有些文明可以有些文明沒有 就跟這個軟甲技術一樣 新東西都是有些人有 有些人沒有的 好這邊可以考慮把這些戰艦 往左派砸這個青柴一定很舒服 舒舒服服 果然這邊轉出了重裝馬弓 三級射 還有拇指環彈道學 安息人戰術 甘生多生了 他也知道這邊轉著 安息人戰術會比較好 因為安息人戰術升級完之後 對疾病也會有外傷害 所以現在轉馬弓是比較好的一個選擇 好這邊頭子車戰艦準備過來 清查也準備要升級好 精銳清查 頭車戰艦要來先偷拆巨頭啊 這邊是沒看到的 這邊怎麼直接走過來 直接開閘 清查這邊反擊 可以 閘下 海上頭死車 看起來很屌欸 而且移動速度超快 有威力 海上頭死車 OP 哇哇哇有點強有點強 這個戰艦感覺可以多出一點 反正你現在要海域優勢嘛對不對 多出一點好像也不是很虧 這個這個怎麼了 我們發 回去buck一下 看他這個疾病發生什麼事情 這是自滴嗎 這也不是自爆船吧 等一下 對自滴 自滴疾兵 好 再加速一下 回到正常的 遊戲時間點 OK 這邊戰艦兩艘 沒有再繼續出 喔有啊 看他覺得用用 覺得也蠻好用的 再出了幾艘 好 這邊補下了拇指環 大沖車 普通沖車 加上安息人戰術 清查路線也升級好 後面的便宜馬弓 開始囤了一堆數量 囤了28隻 那清查跟一般馬弓來比的話 我覺得清查是比較有優勢一點的 而且兇的也沒有三防 抵抗見識能力也沒有那麼好 所以我覺得清查這邊應該是 稍微有一點點優勢的 嘿他有散彈 喔 這邊頭車預判位置還不錯 好但炎愛的漁船直接被射光 小虧 好 頭車繼續砸 好 直接要射石牆出去了 這麼硬喔 好 這邊清查在島上繞了一拳 發現 匈奴根本沒有在島上進攻 上面任何一個建築物都沒有 好 這邊頭車戰艦 繼續守護沿岸 好 這個運輸場又運過去了嗎 很像喔 好直接越強 頭車砸 運輸船剩下一滴血 但一上岸就看到大量滿宮在等著他 居然是被埋伏啦清查 清查可以收到這個戰戒嗎 沒辦法後面修理太快了 好 哇 這一個偷渡 偷渡客直接被抓包 至於尷尬 你明明就有牆 你還要低 笑死 到底在幹嘛 好 戰艦這邊也是開始在砸 哇 到處砸 而且射程很遠 十二射程 好 中攻馬攻直接登入敵方的領域 大衝車庫曼也在升級 對於轉級兵 不太確定 O不OK 因為級兵本身來說 並不太好打馬攻 如果數量夠多的話 是有機率戳到的 好 這邊再蓋一個城堡 哇 那投石車戰艦 好像可以直接砸 因為這個距離夠遠 城堡射程只有十一 如果有三級射的話 十一射程 但這邊只有二級射 射程只有十 但這個投車戰艦有十二 直接手撕城堡 好像也沒什麼太大問題 好 這邊島上更多青島 這邊繞 好 發現真的移動建築物都沒有 兩個聖物 可以趕快有機會去撿一下 但家裡個人趕快守不住了 希望我們這邊可以考慮轉點遊俠 會比較好 或是打這個寶兵也可以 因為寶兵跟遊俠的這個遠房是一樣的 好 我覺得他現在集去一個坦克單位 在前面坦 但對方會出幾遍的情況下 其實也不太好打 不然就直接出投車戰艦 嘿 這個馬功好像也是不錯的 好 投車戰艦可能要直接被點掉 哇 直接集火 好 戰艦這邊繼續投擲 好 戰艦這邊繼續投擲 東儒這邊打得非常極限 這個資源已經用光了 對 哇 他這麼快就把資源用光 待會會很難受 因為待會就沒辦法轉遊俠 他一定要打這個弱馬配馬功路線 就很容易被對方給針對 出級兵啊 戰毛兵喔 都是一個很好打的一個選擇 那酷滿這邊還存得非常弱弱 也是要來轉弱馬 酷滿這邊防守還不錯 沒什麼太大問題 那中間這個島下 他已經瘋狂巡邏 帶著投食器喔 加一堆清茶 這邊一直走來走去 蠻滑稽的這個畫面 好 這邊看也是想要嘗試登島 看一下島上有沒有出現島民喔 好 這邊他 不要講說幹話齁 大家不知道知不知道K島 以前我很喜歡逛的 好 那邊K島的人就會說 哇 有新的人來就說 哇 你們這些外來種 我們可是K島原生種 你們才是外來種 之類的 疑似相當嚴重 欸 但是這裡直接撤軍 他應該是有看到了 他這邊有偷渡進來 清茶可能有看到他的運輸 好 這一台巨頭帶不走 直接吃掉 好 島上的清茶撤軍之後 就來左右開攻囉 清茶一直在右邊喔 在秀對方的落馬 跟馬公喔 但對手也不敢直接正面應督 這邊選擇撤退 如果把這個大量馬公上倒 兩邊在玩捉迷場是不是 你登倒我就撤倒 結果我撤倒你就登倒 結果對面直接庫曼打正面大衝車了 大衝車的話是我最喜歡用的戰術 這個衝車一直督 不管有什麼就督什麼 看起來非常舒服 清茶這邊繼續做一個 攔截落馬的動作 效果還是不錯的 看到馬公射起來 威力還是不錯 雖然打落馬 看起來好像沒有非常有用 但其實那個箭矢喔 都是射一發一發的關係 還是有點傷害 有點窮人有點尷尬 所以大量的馬公又要再撤軍一次 發現島上繞一圈發現什麼都沒有 趕快撤 然後家裡左邊這邊快要BBQ了 大量的聰明直接過來 應該城堡 當然這樣蓋可能會出事喔 因為清茶射很快喔 這個城堡可能是蓋不起來 完蛋他太貪心了 若是我就會把城堡蓋這個位置 先守一下 因為外側的部分一定很快就被攻進來了 他家裡是比較更明智的選擇 但他這邊有點太貪心了 好那現在左右兩邊 都被清茶的散彈馬公射著跑 很難受 修奴 要繼續撤軍阿 好 把大量的縱光馬公登到自己主島的本營 好 這裡趕快繼續防守 大沖車也來了 沖車配馬公 好 這邊這邊也是繼續駐軍 有些村民上島 打沖車直接一督 這邊要先把洛馬拉去打沖車才對喔 用自己的重多馬公去追清茶是比較好的選擇 不然你的村民就只能拿來打這些沖車而且打速度很慢喔 洛馬還是去追一下沖車會比較好 好但他這邊太想要把對手大軍給逼掉了 但村民打這些沖車的效率太慢了 還是有很多的農田喔 直接被撞掉 這其實蠻傷經濟的 好右側這邊也是有一波馬公 做一個防守 這邊慢慢把清茶也打了回去 清茶直接撤到自己的出兵點 但從這邊軍隊有點跟不太上 但這邊馬公數量依舊很多 但清茶的優勢慢慢打出來的感覺了 用得馬公血量瘋狂掉 但修奴把島上這個資源慢慢往上搬了 把這個修道院的聖旅全部搬一搬 從這裡解掉了 修奴這邊稍微打回來一點優勢 但黃金已經開始沒有了 黃金歸零庫曼已是喔 所以現在誰撿到四聖物 誰就有更大的優勢 這邊直接散彈射個幾波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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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全部射光 好 這裡是焦灼戰了 兩邊都是瘋狂補落馬過來支援 這裡我覺得要優先喔 去點對方馬公喔 偷點偷點掉 對方落馬壓過來喔 再把他壓回去就好了 這樣黃金兵太珍貴了 殺一隻黃金兵就很賺了 好 過來這邊黃金歸零 兩邊打到非常 非常硬啊 真的有點五五開耶 是我的錯覺喔 這不應該是五五開的阿 現在兇人有海上優勢 出點戰劍就去打 可能會比較好 只要能找到一發大碗的清茶 就直接逆轉勝了 那些沿岸都很有機會喔 可以去做這個 頭車偷砸動作 欸 這邊登陸來得及嗎 不會被擊成嗎 喔 沒有 迅速船這邊第一時間還是 上島成功 來支援左邊戰場 右邊雖然沒有打進去 但只要能擋住清茶來說就不錯了 這邊看來所有的部隊都往上奔跑 所以左側慢慢有點打贏的跡象 但右邊可能有點危險 清茶從右邊殺進去 東如這邊還能在抵擋成功嗎 這邊在島上蓋了非常多的馬 所以我是為什麼 島上有敵人嗎 沒有阿 島的 敵人都在海的另外一端阿 沒有在島上阿 沒有在島上阿 完蛋了完蛋了 熊奴這邊 有點尷尬喔 右側大量清場直接衝進來 但是其實沒有多少村民在島上阿 都在種田阿 伐木工全部上島挖木頭 那庫曼待會也要面臨斷木的問題 你一定要把這個伐木工開始往前喔 去伐木喔 不然就要上島 available 這裡 vamos 有偷偷偷了幾隻肉馬 上島去量 好 這邊匈奴直接砸衝 鬼倒擾了自己大本儀 �ixes 當晚這些肉馬直接逼得進來 這邊抓到一些村民 想要來拆劇情投bet 能拆到嗎 rossonali 超過分 fundament 直接架起來 不對不對 繼續走 繼續走 21滴 哇 守住 三巨頭活下來 飛翔鑽 這邊直接把兇的出兵點給壓制住了 所有的馬弓只能在射箭茶而廟 先發呆一陣子 但自己的黃金樹也要間諜 庫曼黃金已經歸零 但清茶這邊 好像有點危險 大量馬弓就直接壓了回來 這邊只要把這坨清茶收掉 基本上就 大局在握了 毫無懸念 拿下這場比賽了 欸不對喔 清茶右邊這一坨 就殺了進去 酷兇奴的臭迷術越降越多 左邊清茶防守 打工 數量還有32隻 清茶慢慢打回去了一點點 但清茶數量的數量起不太夠了 48隻了 哇 這邊直接硬點清茶非常漂亮 這邊滿賣一波 出賣這邊經濟見底 兇人這邊黃金也歸零 但是兇人家裡直接BBQ 但後面馬弓隨即趕到 這邊能拯救世界嗎 熊爐這邊沒有肉 開始斷肉了 肉裂不夠 肉馬也在斷 好 這邊直接匯合清茶左邊部隊 清茶重新大集結來到35隻 非常巨大的數量 熊爐這邊決定要來重新集結 右邊的馬弓加上左邊馬弓 直接回來還有49隻 兩邊的馬弓非常精彩 好 肉馬繼續出 這邊是決戰了 這邊決戰了 我目前是看好清茶 貨曼這邊非常有優勢 雖然兇人現在有4生物的優勢 但是自己的經濟不太好 農田已經被大勢破壞了 正常農民運作也不太多 肉馬數量其實不太夠 這一波又是坦不下來 可能要GG了 完蛋 這一波直接原地站A 看來是沒希望了 好 果然 這邊匈奴打出了GG 哇 不滿這邊 這一波騷擾雙線進攻打得很漂亮 雖然中間沒有拿下城堡 這個中間的木材地段 4生物也沒拿到 但是直接使用大局碾壓 把這個農田處全部破壞 對方一段落之後沒有肉馬的支援 自己只要有肉馬可以繼續支援的話 這個優勢就會越打越大 這個是後期的比較一個小小的觀念 但是我覺得 你要打到這麼大後期也是蠻不容易的 那如果真打到大後期的話 能燒得到對方農田的話 自己肉馬又能不斷 就可以打出更多的優勢出來 好 接下來看一下這個經濟 經濟部分的話是由Kuma這邊拿下一些不錯的經濟 但是SHONER這邊是拿到24000的黃金 非常雄厚的黃金資源 多了一萬黃金卻輸了比賽 Kuma這邊是用木頭跟食物撐起來的資源 那黃金兵也是很省的用 並沒有消費太多黃金 在其他地方上 SHONER這邊反而是出了一堆黃金兵 想要打正面 結果正面一直打不太贏 然後一直被Kuma反推回去 導致了這場比賽有點劣勢 那我覺得SHONER可以這邊多出一點投石車 就海上投石車偷砸一下 我覺得只要你找到一發 就可以瞬間逆轉這個戰局 也是相當有可能的 所以建議一直出馬功 而且你馬功沒有三房的關係 導致數量上很容易被清查三代馬功 射到一點血量血量 一直被削減的情況下 加上自己又被斷肉 很容易真的是被一波帶走的 好啦 那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再見